回顾30年前的香港,无疑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黄金时代,这不仅是因为影视作品的繁荣发展,同时,歌星们也在乐坛上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风潮,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经典。 然而,3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,年风头震盛的香港歌星们也开始走下坡路了,下面盘点一下他们的现状如何吧。 1. 许冠杰 许冠杰,这个名字或许在当下的年轻人中并不响亮,然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,他却是华语乐坛的璀璨明星, 被誉为歌神,是华语乐坛公认的第一代歌神,他的影响力深远,丝毫不逊于后来的歌神张学友,许冠杰于1967年步入歌坛,加入莲花乐队并发行了两张专辑。 这两张专辑在香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随后,他选择单飞,继续在英勒道路上探索,并先后推出了多张专辑。 1974年,他的专辑,The Morning After,一场火爆,一天内就售出了千多张,达到了疯强的程度,足见当时许冠杰的人气之高。 他对乐语流行音乐的贡献巨大,可以说是乐语歌曲风靡的推动者之一。 张学友作为后来的歌神,对前辈许冠杰充满敬意,他曾表示,在许冠杰面前,没有谁是巨星,这足以说明许冠杰在音乐上的卓越成就和崇高地位。 尽管许冠杰如今已是75岁的高龄,但他对音乐的热爱却丝毫未减。 他依然活跃在演唱会的舞台上,展现着对音乐的执着和热情。 2017年,他与谭永林的合作演唱会一连举办了12场,他的敬业和拼搏精神令人敬佩。 近两年,许冠杰的演唱会也是接连不断,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音乐的热爱。 值得一提的是,许冠杰在1992年曾宣布退出歌坛,但12年后又选择付出。 这背后的原因,与他两个儿子的事业不顺利有很大的关系。 2004年许冠杰付出时,他的两个儿子都已接近30岁,但出道后事业并未取得显着的成就。 或许正是出于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儿子的支持,许冠杰才选择重返舞台,用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力为儿子们铺路。 2.谭永林 2.谭永林 对粉丝带来最佳的视觉体验,选择了厚重的演出服。 在高温下,他全程坚持穿着这套服装,尽管汗水湿透了一倍,但他依旧为粉丝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。 这种敬业精神让人感动,也让人对他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,与那些只看重利益,对粉丝敷衍的明星相比。 谭永林 谭永林的真诚和付出显得尤为珍贵。 早年,谭永林变展现出对音乐的敏锐感知和天赋,常常在家中自学乐器,尝试创作歌曲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对音乐的热爱越发深厚,开始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活动和比赛,逐渐在乐坛展露头角。 然而,谭永林的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,在出入乐坛时,他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种种挑战,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,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着。 他不断磨练自己的唱功和表演技巧,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方式,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。 谭永林的早年经历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,在乐坛摸爬滚打的过程中,他遭遇过失败和挫折,但他从未被打倒。 相反,他将这些经历视为成长的垫脚石,不断吸取教训,积累经验,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。 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,让谭永林在乐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3. 林子祥 在香港娱乐圈,林子祥的名字如雷贯耳,这位被誉为铁飞歌王的音乐才子,以其高亢激昂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。 然而,林子祥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,他的感情经历更是曲折离奇,充满了戏剧性。 林子祥的音乐之路起步于1975年,他回流香港,开始在酒吧铸唱,逐渐磨练出独特的歌喉记忆。 1980年,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,华纳唱片总经理吴振元,吴振元对林子祥的才华深为欣赏,签下他并全力打造他的音乐事业。 在吴振元的支持下,林子祥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,其中的《在水中央》和《分分钟需要你》,两首歌曲迅速走红,为他赢得了两项乐坛新人奖,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。 随着失业的腾飞,林子祥与吴振元的感情也日渐升温,两人最终步入婚姻殿堂。 然而,这段婚姻并非一帆风顺,在林子祥的音乐生涯中,他遇到了另一位重要的女性,叶倩文,两人因音乐合作而结缘,共同创作出了许多经典歌曲,如《重逢》和《临时时分》等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感情逐渐升温,最终导致了林子祥与吴振元的离婚。 这一事件在香港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,林子祥、吴振元和叶倩文三人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逐渐走出了阴影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 吴振元带着儿子前往美国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 林子祥和叶倩文则走到了一起,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。 多年后,当林德姓、林子祥与吴振元的儿子举行婚礼时,这个曾经的三角关系,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 令人惊讶的是,林子祥的前妻吴振元和现任妻子叶倩文竟然同框出现,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。 这一幕不仅让人们感叹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变迁,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和解与宽容。 如今的林子祥已经年过七十,但她的音乐之路依然充满活力。 四,刘德华,刘德华,作为四大天王之一,曾经在歌坛和影坛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, 以其帅气的外貌和出色的实力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。 在1982年,刘德华英拍摄《投奔怒海》时受到林子祥的鼓励,开始留意发展歌唱事业。 1985年,她签约华星唱片,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《只知道此刻爱你》,并因此入围了最佳新人奖。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,她相继推出了《情感的禁区》和《回到你身边》等六张唱片, 每张都受到了广大乐迷的喜爱和追捧。 进入90年代,刘德华的歌坛事业更是达到了巅峰。 1990年,她转入宝宜星唱片,推出的专辑《可不可以》, 销量达到了三百斤,主打歌《可不可以》, 更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。 同年,她的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》和《再会了》,也大受欢迎。 为她赢得了十大金歌金曲奖,并使她荣音最受欢迎南歌星奖。 接下来的几年里,刘德华继续推出了多张畅销专辑, 如《爱不玩》、《喝》、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, 这些专辑的销量都突破了百斤纪录, 进一步巩固了她在歌坛的地位。 她的歌曲旋律优美,歌词深情,嗓音富有感染力, 每一首歌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, 让听众感受到了她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。 然而,时光荏苒。 转眼间刘德华已经步入了61岁的年纪, 尽管她依然活跃在娱乐圈,但不得不承认, 她的影响力确实有所减弱。 自19年因喉咙不适取消演唱会以来, 刘德华的事业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, 这并不意味着刘德华的魅力已经消失。 在观众心中,她依然保持着那份独特的魅力, 那份敬业精神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。 她的歌声和演技依然是许多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。 五、张学友。 张学友作为曾经的四大天王之一, 以其卓越的歌唱实力和深情的嗓音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。 张学友的音乐风格多样,既有动感十足的流行歌曲, 也有温柔抒情的慢歌。 她的嗓音醇厚而富有感染力, 无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都能轻松驾驭, 展现出极高的音乐素养。 她的歌曲旋律优美,歌词深情, 每一首歌都能引起听众的共鸣, 让人沉醉其中。 然而,近年来有关她出售豪宅的消息引发了公众的关注, 让人们纷纷猜测这位天王是否也遭遇了经济困境。 事实上,张学友在隐退之前确实积累了丰厚的财富, 她的资产估计达到了上亿。 然而,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,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。 据悉,张学友的老婆罗美威对投资有着浓厚的兴趣, 特别是债券和股票这类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方式, 虽然投资确实有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, 但风险也同样巨大, 罗美威曾经就因投资失败而遭受过巨大的经济损失, 但她似乎并没有因此放弃, 反而继续坚持投资。 张学友作为丈夫, 对妻子的爱好虽然无法完全理解, 但也尽可能地给予支持。 当罗美威投资失败或欠债时, 张学友便会复出举办演唱会或参加节目, 以赚取收入来弥补家庭的经济损失。 然而, 这种循环往复的生活方式显然不是长久之计, 张学友可能也感到疲惫和无奈, 因此, 出售豪宅可能是张学友在面对家庭经济压力时做出的无奈之举, 虽然这让人感叹昔日天王的生活现状, 但也应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。 张学友和罗美威这对夫妻虽然生活方式让人不可思议, 但他们的感情却一直如初, 这也是他们生活中值得珍惜的部分。 王杰, 王杰的遭遇确实令人感到惋惜和疑惑。 作为昔日的, 台湾天王, 他的音乐才华和深情嗓音曾征服了魔术乐迷的心, 然而, 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之际, 却突然爆出嗓子受损的消息, 甚至有人指控是遭人下毒所致。 关于, 王杰的可能性, 无论真相如何, 王杰的遭遇都让歌迷们深感惋惜。 作为一位优秀的歌手, 他原本可以继续在乐坛上发光发热, 带来更多美妙的音乐作品, 然而, 现实却让他遭遇了这样的困境, 这无疑是对他因乐事业的一次沉重打击。 对于王杰本人来说, 他选择不将凶手绳之以法, 也许是出于一种宽容和慈悲的心态, 他明白即使将凶手告上法庭, 也无法挽回自己受损的身带, 而且可能会给对方带来更大的伤害。 因此, 他选择了原谅和放下, 将这件事埋藏在心底。 以上几位香港歌谈天王的现状各不相同, 有人早早退圈, 有人却还活跃在大众眼前。 对于他们的经历, 你怎么看呢?